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再度的拉回 那上礼拜五外资卖超207亿 今天继续卖卖122亿 那这个盘到底要怎么看 那上礼拜台积电中错 今天台积电还是跌 那整个大盘来讲 这地方还是要看台积电的脸色 我一直跟大家谈到什么 你股票操作要靠OTC 因为OTC里面有内支 有业内有主力有大户 台子旗你要看大盘 这两个是分开的 所以有危险也有机会 那大盘在这里往下做一个压回 我们要看一下 这盘是很明显的 它要往下测试年线 年线目前在10581 那另外呢 季线跟月线 月线扣底这个位置 季线扣底这个位置 都是以现在的指数来讲 都是相对的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这里反弹呢 它也会有压力 那操作上未来的操作 操作台子旗的 要看大盘 操作要小心 那操作大盘 操作现货的 你要看OTC 那个股OTC来讲呢 我们上礼拜一直跟大家谈到的一些股票 其实今天大盘表现不好 表现的都还可以 像维生 这叫洗盘对不对 像环球金 它今天大部分都在平盘上 信仓店今天还在涨 那另外中美金今天拉回 这几档股票呢 其实都表现的相当强势 但是我们这个阶段 我们先来讲一下大盘 大盘这个位置呢 我们要先看一看 外资在今天 现货卖超122亿 期货卖超了1000口 法然指标呢 开始偏空了 操作上要小心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呢 五月台子在这个位置 四月台子结算完毕了嘛 五月台子在这个位置结算 四月从这里到这里 基本上呢 它是一个上下震荡的盘局 对不对 但是五月这里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慢慢往下跌破了 所以台子期操作呢 在五月份 是偏空操作的 因为外资 现货 期货 跟选择权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关键在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这里一个 跳空缺口往下 而且这里带大量 所以这里它会形成 未来的一个压力区 那在这一天 外资期货呢 为平仓 卖超了1万9千口 现货 卖超了207亿 那今天呢 今天期货又减少了1000口 等于是两天 减少了2万口 那2万口 到底是多少 或许你没有感觉 那你应该用这样来算 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呢 外资期货的 库存 多空净额 是5万口 那5万口 现在剩下 3万口 那等于是减少了2万口 它是减少了4成 这里5万口 变成3万口 对不对 它等于是减少了4成 减少了4成 短短2天 相当的多 相当的多 所以这里期货 你要偏空操作 何况外资在现货 是卖超的 期货也是卖超的 那选择权呢 选择权是中性的 这里卖超 卖超选择权中性 对不对 大盘跌 法人指标呢 开始偏空 那现阶段操作台子期的 你要注意 这我们等一下会讲 这个缺口这里是最大的压力 那个股来讲呢 要看OTC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大盘 这是台积电 那我说什么 我说OTC 它就等于没有台积电 红海的大盘 对不对 台积电已经来到了哪里 它跌到了12月 跟2月的低点 大盘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台积电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 那如果没有台积电 代表大盘应该是 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它应该是往上调 这里往下跌 是因为台积电 掉下来的 那如果它在这个位置 那大盘很明显的 它目前 还是兜头架构 那我们再看一下OTC 它还在季线之上 所以我说个股的话 你要看OTC 看OTC的结构 然后选个股 那大盘的话 台子期 目前你要偏空操作 那现阶段 有机会 也有危险 那我们看一下 维生 它今天是一个很明显的洗盘 它留一个下影线 这一段我们已经赚了100块 100多块了 我们来卖一趟 又买回来 对不对 它又在这里做整理 那基本上这里很明显的 它是一个头签底架构 对不对 2月份 大盘最快的时候 它就是买点到了 我们也是在2月份去做一个切入 所以能赚到100多块 那现阶段来讲 大盘当然这里 它要进行一个整理 那操作上 个股 尤其是拉回了股票 你要注意一些成长股 它拉回的一个买点 我们这里就跟大家谈一下 比如说我们谈到了维生 我们最近这一两个月 一直讲的股票 除了维生以外 我们也谈到被动元件 性仓电 对不对 国具股价太高了 涨得太凶了 大家不敢买 可是同样的被动元件 上游的材料 它被动元件上游材料 性仓电 它在这里我们切入的时候 它并还没有涨 这个叫低档卡位 转波段 低档卡位 对不对 整个操作上我们一直强调 不追价 那同样被动元件 我们一样可以赚到 这一段 从四十几块 到六十块附近 目前它在这里 量收整理 对不对 我们在中美金 中美金今天拉回 但是一波一波的 往上走 那这些股票 都有一个特色 它会形成波段涨幅 都是因为 它在底部去整理了相当久的时间 包括像中美金 环球金 维生都一样 我们看一下中美金 中美金这里好几年的大底 这是月K线 从这里一路往上翻 对不对 这里有没有机会赚到倍数利润 这里是50 这里是80 这里是100 现在是128 一段一段的往上做推升 这一段就是波段 对不对 就跟微升一样 400元这里 它形成一个支撑 从这里往上突破 从200多到400多 拉回现在 这是周K线 400这里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日K线 每一档股票 第一档卡位 你才有机会 赚大波段 对不对 从二月到现在 大家回想 二月份的时候 道琼也是跌了1000多点 可是好的股票 它买点浮现了 基本上在于你怎么选股 对不对 那大盘的指数 操作上 我们下一段会跟大家谈 台子旗操作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外资操控台积电 所以台子旗这里操作 你要相当相当的小心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有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头顾 货带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部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冷静 欢迎回到现场 我记得在清明节假期之前 3月29号 大盘在这里做整理 我说上面有压力 下面有连线的支撑 对不对 它可能会往上 也可能会往下 重点是你手中的持股 持股绩效 我一直跟他提到 你要不显示你手中自己的股票 再放假前 该卖的你要卖 该卡位你要进场去卡位 这是3月29 那到今天呢 今天4月23 那时候在这里 现在来到这里了 对不对 它先上后下 我说不管它涨或跌 重点是你手中的持股 能不能赚钱 是强势股 还是弱势股 到今天就很明显嘛 这是3月29 放假以后 全部涨 还在涨 继续涨 对不对 到今天 这三浪股票 它有没有跌 它都是往上走嘛 如果你从3月底 到现在 所以我一直谈到呢 是你手中持股的问题嘛 有多少股票 它往下破底 再破底 譬如说 6150的汉讯 我讲到都不太想讲 因为讲的呢 每一次讲 它都会刺痛 有这一档股票的人 它今天继续跌了 好像跌了10块嘛 跌了超过多少 超过四成了 从400多块 跌到剩200多块 我说危险跟机会 对不对 如果3月29号的时候 你跟着我布局 环球金 中美金 维生 信仓店 今天你是赚的嘛 但是如果你布局错的 很多股票 它是往下跌 对不对 任何阶段 包括今天 今天大盘又跌了82点 还是一样危险跟机会嘛 你怎么去把握 你手上有一些危险的股票 你要不要处理 要不要卖 转进会涨的股票 或许你看到现在大盘 你很紧张 做台子的 当然做空要紧 做多要紧张 但是股票不一定嘛 我说举一个实际例子 对不对 维生 在一个礼拜之前 都在400块附近跟汉逊 它涨到400多 它往下掉 这是机会 这是危险 上面是总美金 下面是红海 这是机会 这是危险 它不断的创新高 红海不断的破底 你一路报 你报中美金 越报越多 对不对 赚越多 你报红海 一直赔 你应该找个机会 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趁红海返弹嘛 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地方 3月中的时候 红海返弹到95块附近 中美金在这个位置 这里刚刚好都是95块 中美金从54涨到95了 在3月中旬 都是95块 对不对 后来中美金一路涨 它已经不止118了嘛 它已经130几块了 红海跌到80几块 同样95块 你把它换过来 这里变成130几 那130几的红海在哪里 去年9月的高点是119 你在这里换股中美金 你倒赚 你一路报了这种股票 它能不能涨得上来 我上次跟你讲 红海融资太高 融资非常的高 我们再看环球金 跟叶成 一个232 一个379 这多久 这去年9月份的事情 它涨到400多 它剩下100多 一来一回差多少 你套牢了 你把它处理掉 你换环球金 你一样倒赚回来 对不对 套牢的股票 你不能放着不玩 不管它没看到 不代表你没有赔 不代表股价 它没有继续跌 陈宏也是一样嘛 尤其是最近中美贸易大战 有一些电子股 筹码已经乱掉了 你操作上 务必要小心 把握机会 趁这个时候 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转进 有体质 会成长的股票 低档去卡位 我带你布局 我们休息一下 低档呢 怎么办 一 爬闪 二 野户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战网 运达投顾 好看 能在家啦 举起身装 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 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投顾App 货店 022781 0909 2781 0909 我们知道 您在乎的是 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 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 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 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 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再看一下 大盘 期货在外资的布局 外资在现货 连续两天继续卖 在期货的未平仓 继续减 两天减到多少 减少了1万口 从5万变成3万 所以减幅相当大 那大盘也继续跌 法人指标 从中性 开始偏空 那我们看 10分钟指数 它开始 目前这个地方 这一个缺口 你要偏空操作 这是给大家谈 大盘指数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个股 个股这里 大部分都呈现一个轮涨 那我一直跟大家提到 第一档卡位 不要去追涨 我们以环球金做例子 这一段 这一段 我们赚了100块 买进 卖出 对不对 这一段也是一样 这里往上涨 也是大概涨了100块 我们在前几天 在这个位置 我们也是做一个调节 我带你买 我还带你卖 买卖对不对 那现在拉回 这个地方 它会有支撑 那我们随时 还是会找机会 做一个回补 那今天大盘跌了 环球金有没有跌 环球金今天 它也没有跌对不对 那气晶元的部分 它接单到2020 那外资也调高 它的目标价到577 那不是叫你去追价 我们看未来 它的涨望 对不对 那环球金涨上去了 另外矽晶元的合金 它并没有涨 它在这里做整理 对不对 它今天有稍微做一个突破 那类似这种股票 它压回的时候 你需要去做注意 就如同我不买国具 但是信仓店45块附近 我就带会员去做一个卡位 后来涨到60块 对不对 我们谈它的操作 都是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仿佛讲的 都是同一个概念 大盘目前在这个位置 掉下来了 你的尺骨有没有涨 我给大家看一下 维生方向向上 信仓店方向向上 当你不敢买国具 可是信仓店这里45块 非常的好买 后来涨到60块 对不对 中美金 问题是你手中的持股 这是三月底 如果当时你调整持股 你就会赚到钱 放假以后 这几档股票 它一路往上飙 对不对 大盘在这里做整理 就如同之前 我跟大家谈到了 中美金 从五十几 七十几 一百 一百二 一路往上走 可是鸿海 从一百多 一百 九十 八十 一路往下掉 我讲的 大家都听得进去 也都听得懂 问题是 你会不会做 你要不要去调整 同样四百块的 旱逊往下跌 维生往上涨 环球金 两百三十二 涨到四百七十一 液成三七九 剩下一六五 你要去了解 每一个阶段 你怎么样去选股 它绝对会影响 你的绩效 套牢的股票 大部分投资人就 不完了 就放着 你想一想 红达电一千三 一千五百 现在剩多少 剩六十几块 那有些变成币子了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一个操作观念 那你怎么样去找到一些股票呢 你可以赚到波段利润的 譬如说中美金 从五十几 它怎么涨到一百多 我当初就用月K线 跟大家谈 对不对 这是好几年的大底 这个地方出现大量的时候 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大概五十块 大量突破以后呢 价格没有掉下来 它往而上去了 这个就进货嘛 一路往上推升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一百 对不对 这里最高来到一百四十二 这个地方最高是一百四十六 所以呢 这里它需要做整理了嘛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地方 五十到一百 这个地方低档卡位 你可以赚多少 你要从周K线月K线 去找出未来的潜力股 包括维生对不对 这一段一百多块嘛 那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我上礼拜也跟大家谈过 像这种周K线 这种那么漂亮 足底的股票大量也出现了 可是没有跌 这种股票呢 你要懂得 大盘整理的时候呢 去做个卡位 去做一个布局 去做一个换果的动作 这一档股票 如同之前的维生 如同之前的中美金 对不对 跟上脚步 你只有低档卡位 你才有机会赚波段 你老是汉迅 高价去追价呢 你很容易赔了大钱 把电话拨通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 订阅运工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尽时 分析师精准排斥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 和您online在一起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电达投赋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022-2781-0909 开户目地及用户 开户目地及用户 这白湾是麻烦 不 结订 weiteren 同量 就